大家好,我们国家2020年人口普查已经全面破开 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就是说对我们人口的年龄的结构 男女的比例 对我们国家对经济很多方面的设计 政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关系 那么昨天呢我来讲了前十名就是2019年前面的 那么下边就说 这个从第十一名到第二名 有没有可能这些姓氏会冲进到这个前十名的 我来写一下 你像这个第二十名 按照去年排位是罗姓 姓罗的 大家知道呢 人口是在 1400万左右 我们再写一个 姓凯 然后排在19位的是高 姓高的高 姓高 姓高占到 比姓罗的 只是多了这个 十万人左右 他是在 1410万 好 我们再看这个 好 再炒钱呢 是姓林 姓林的总人说在 1420万 又比姓高的多了一个 十万 所以这三种姓啊 有的非常的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形凯写法 反那 那再炒上呢 有个跨越啊 姓和 他在1480万 这红阳写长 口写小 竖沟写长 昨天的是因为我喝过酒写的 所以写的很随意啊 但是反响是非常大的 点拨量目前已经达到 8万1000次 播放量 那比姓和的再高一位的是 姓郭 姓郭比这个姓和多了多少人口呢 多了100万 按照去年统计啊 所以这个 双方要写低 就右耳旁 他是 1580万 提个按结合 看 刚才是 连笔过来 好 再找上 来个跨越了啊 像 排在第16位的 是姓郭 他大在1650万 比刚才姓郭的多了 70万人口 咱们看姓郭 这些低 这个气高 我们来看下这个 形海 然后这边用这个三字符 那么下边的这个 猪啊 是1810万 比那整整多了160万 啊 这一看 有个跨越了 我们在写的形海的时候 把屁和横 连在一块 连笔 用反纳 再找上啊 姓马 马是在1910万 接近到2000万 这个字 不是太好写 特别横画的位置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星海 在这上 是姓酸 是1940万 比马姓 仅仅多了 是 30万 从我们百年线 知道 赵前 孙礼 但是这几年来看 这个孙姓 相对原来比例 要变小 好多了 他是在什么位置呢 他是在去年人口排名 在第12位 那下边的啊 是姓徐 姓徐 是超过2000万 2020万 我们看这个星海 这也可以用反纳 两连横 然后这个看 横连点 那徐 比第十位的周 少的很多 少多少呢 少了有 600多半 啊 周这个姓 去年排名在 第十位 是2680万 而姓徐呢 比他少了 有660万 所以说 徐姓要超过周姓 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 那至于 今年人口统计 会不会超过呢 这谜底 还是 等到 以后再 说吧 好 好 感谢观看